鼻塞很嚴重 吃藥都沒有效 可是又常常聽人家說 鼻塞手術開完之後又常常會觸發 其實我們要講說 鼻塞主要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鼻子的量柱 鼻中褐如果有彎曲 就會容易造成你鼻塞 第二個 你鼻子裡面的櫃子 住得太大 然後就是叫我們下鼻甲 如果太肥後也可能會造成你鼻塞 第三個 如果你有外人入侵 不正常的鼻息肉增生 到你的鼻子裡面 你也會有鼻塞的狀況 鼻塞手術聽說會復發 到底是什麼會復發 鼻中褐我們把它做直之後 鼻樑做直 基本上就不太會再彎掉 可是如果你是像下鼻甲 跟鼻息肉的話 就有可能是因為你體質或者是過敏 你沒有好好保養就有可能復發 當然鼻塞不處理 你可以用嘴巴呼吸是沒有錯 可是如果像從小 你只有用嘴巴呼吸 第一個 再來你用嘴巴呼吸 沒有嗅覺的話 有些東西 有些時候 你可能會mix掉一些危險 像是家裡有瓦斯什麼之類 沒有嗅覺 另外鼻息肉增生會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甚至因為我們看 這個鼻痘在這邊 如果被鼻息有擋住 甚至有可能會產生鼻痘炎的感染 跑到眼睛去就會很危險 然後另外有一個部分就是有一個 可能會造成你 有一個 像我分享的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之前二十幾歲的時候就是 因為 然後甚至因為 就是騎車去上學的時候 出車或出了兩次 因為他騎車可以騎到睡早 那他們去醫院檢查的時候發現 那種那個小朋友就是 睡眠呼吸重量是非常嚴重 每個小時可以 而且最長的一次呼吸停止 可以到 對 然後他的氧含量就是 正常人的氧含量是在100嘛對不對 他最低會到49 就是一半都不到 所以晚上整個都在缺氧 所以當然就是身體跟腦部 都沒有得到休息 後來就是發現 他是一個 鼻子就是有一個完全塞住 然後有一個鼻息肉的現象 另外他的扁桃腺 因為過敏的狀況 還有那個長期發炎會有一個增生 所以鼻子喉嚨跟他的舌頭 都有被手術過 手術完之後真的好很多 呼吸中止的那個次數 從50幾變到9 然後就氧含量從本來49 上升到80幾 所以整個精神狀況都好很多 可是過了5年之後 他女朋友就發現說 為什麼晚上睡覺睡不太好 然後就是他又在打呼這樣子 然後這次就回來我們診 我們怎麼幫他看 喉嚨的部分都OK 他也沒有變胖 可是唯一的部分就是 他的鼻子都塞住了 原因就是因為他 可能家裡有養狗 然後測過敏了之後發現 他過狗量非常的過敏 之後他的下鼻角 就整個腫出來了 他腫出來這時候用 藥物控制之後 基本上兩個月都沒有效 後來還是建議他手術 這時候他就覺得不太開心 想說我已經開過了 而且開的經驗非常的不好 因為以前傳統的就是 我們進生進去 直接把那個鼻肉給他剪掉 抽出來 很快 然後術後就是要塞很多 那個止血棉 在醫院躺三天 然後抽出來的時候 又會一直噴 對 對 噴血之後 他那一次那個把 他跟我講 他那一次把那個鼻血棉 那個拿出來的時候 整個瘫倒在治療台上面 我們還有經驗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有人直接那個鼻血棉噴出來 對 噴到我要吃的餡餅上面 他剛剛看 長得小小可愛可愛的 那個鼻血 那個鼻血棉一噴 噴到我餡餅上面 沒有 而且我還有更誇張的 我以為 因為我上一個 我以為我吃的是黑輪嘛 然後可能吃一次 不小心跑到鼻子這樣子 所以我下一攤呢 我吃的時候我想說 我就一直很努力的想要把那個 黑輪給醒出來 結果醒出來 我說我剛剛真的是把我黑輪 吃到那個鼻子裡面去 我還給他們看 是黑輪 結果後來我就捏一捏看一下 那到底是什麼 那個是 就是我做鼻子手術 然後的結痂 結痂 他們整個倒壇 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坑 他們整個倒壇 也都敢吃黑輪的 就鼻子 結痂怎麼這麼大 結痂能掉下來 對 而且它是可以從這裡掉 也可以從 嘴巴裡面跑 嘴巴裡面掉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鼻子裡面 空間很大 塞的東西很多 對 對 對 所以 所以那個現在 可是我後來跟那個 那個先生說 我們現在有 微創手術 就是甚至有這些 在醫院可以做的東西 在診所甚至在門診 就可以完全處理 而且術後也都不太需要填塞 後來幫他做完手術之後 他整個 睡眠的狀況又跟以前 恢復以前一樣那麼好 然後就解決這個問題 他校園可以去做一下 所以有人彼此塞電池 塞銅板的 有啊 小朋友 所以裡面的空間真的很大 對 我有一個患者 50多歲的一個女性 她是一個家庭主婦 她有一次來看診的問題是因為 她最近每天都聞到 煙味 就是人家抽煙的味道 她本身沒有抽煙 可是她先生有抽煙 可是她覺得很奇怪的是 怎麼現在 先生沒有在旁邊抽煙 她還是聞到煙味 她在外面一直在找 說奇怪一直聞到煙味 可是旁邊都問說 你們有聞到嗎 大家都沒有聞到 就神經兮兮的到處在找煙味 後來忍不住了 現在疫情比較沒有嚴謹 之後就來醫院看診 她就來看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 鼻過敏的病死 都沒有 其實她沒有鼻子過敏 沒有氣管的疾病 她本身真的都也沒有抽煙 那她說你這個問題 這樣子持續到現在 就像剛剛宏醫師講 我們會很擔心 我就問說你其他味道聞得到嗎 聞得到 OK 這樣聞到香 聞到臭 可是就是還是一直聞到煙味 那鼻孔洗了又洗 清了又清 確定不是鼻孔的味道 那我就問她有沒有什麼其他狀況 她說她前一陣子是有感冒 可是她後來感冒 覺得應該也都好了差不多了 怎麼還是聞到煙味 鼻腔的問題的話 我們X光片可以馬上拍看看 我們有一個叫做鼻痘的攝影 那拍完之後就有看到 她這個我們的鼻痘這邊 是黏膜增厚 那裡面有記憶體的 就知道是鼻痘發炎 那推斷說為什麼她鼻痘炎 可是她聞到不是一般鼻痘炎 可是聞到一些腐爛的味道 硫磺鼻涕 她聞到煙味 因為她 那平常二手煙聞到 就有點像是我們那陣子感冒 我們的鼻涕分泌 就把那個煙味的分子 一些比較不好的分子 就包覆進去 就殘留在鼻痘裡面 黏膜腫脹之後鼻痘不通 後來發現還不只她案例 其他案例有相關的報導 那你的鼻痘不通 就激在裡面就化濃了 那你聞到的是煙的味道 那我就只能來治療鼻痘 那就開始來吃抗生素治療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吃了三個禮拜 都吃到快拉肚子了 終於沒有聞到煙味了 所以後來就發現鼻痘炎治好之後 那個一直莫名其妙的煙味 就消失了 你可能 不是抽雪茄的人 有一天聚會人家 就點了一個人 寫著你抽到三分之一 可是你回家過三天 還是口腔還有雪茄的味道 對 為什麼 我覺得也是應該是那個 那個氣味的分子 殘留在你的舌根 口腔 那邊 那還有鼻腔裡面 甚至我剛剛講的情況 如果你那時候 剛好有點鼻過敏的人 你平常就有在分泌鼻涕 你又塞在鼻痘裡面 可能就累積了好久好久 所以這個鼻子真的非常重要 我常常跟我朋友說 其實我鼻子就是 白好看的 因為 就是好看 你用的嗎 我有很重的那個過敏的問題 而且我在意大利 我本來就已經會過敏 到了台灣之後變得很潮濕 就是跟意大利比起來 我的過敏都是加倍 像我主要是去唱歌 那我去唱歌 一開始在台灣 我去唱歌 我很多很多場地 其實它有蠻多灰塵的 所以我就是一走到裡面 我兩邊都塞住 然後我唱歌 很像是用鼻子在唱 這樣子 我覺得都是賣手 對 因為 因為台灣怎麼翻桌率很快 它不會去整潔 對啊 翻桌翻桌 以前在餐廳也是這樣 灰塵就來了 餐廳秀它一天有時候 不要忘記三場四場 所以它兩個鐘頭擅長 半個小時清完 對啊 它根本就來不及 對啊 對啊 還有時候 我跟我老婆 我們去喝咖啡 我非常喜歡喝咖啡 我們就走到裡面 然後我老婆說 哇 咖啡的香味 然後我說 有嗎 好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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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有想像的 但是最困擾的是 最近我們生寶寶之後 我們寶寶還沒有三個月 常常需要換尿布 如果我沒有看到東西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 我沒有需要換尿布 聞不到臭臭 我聞不到臭臭 甚至我老婆跟我說 你明明聞得到 你就是不想換而已 我真的聞不到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是困擾 對啊 彼此過敏 真的就是這樣 很困擾 很痛苦耶 後面就是透過 就是改善一些生活習慣 吃的喝的 早一點睡 才把那個過敏的是降低一點 然後比較可以 你現在比較能吃力 比較好 對 因為來這麼多年了 對不對 不是吧 你的過敏很嚴重不是嗎 對啊 我過敏也是常常聞不到味道 像是我騎車 然後就是騎一騎 大家就說 這個茉莉香好香 然後我說有嗎 然後我也會像你一樣 就是聽不到 然後也會是這樣 我也會這樣子 你看他現在講話 對我鼻音 對 我鼻子是很 鼻子過敏很嚴重 但是用力吸 可能我在想我騎車的時候 很喘 然後我都用嘴巴呼吸 可是如果我用力吸 還是聞得到茉莉香 可是妳這樣運動 沒有改善過你的 有...改善非常多 我之前更嚴重 我現在至少還可以 用鼻子呼吸 還有用 早上起來就開始省鼻涕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沒有 所以其實是有好有壞 可是我覺得 我對秀莉有時候很遲鈍 但是有時候又很靈敏 像是你剛剛聞不到的屁 我就覺得我特別靈敏 然後我就馬上就聞得到了 對 而且有的 像我們這種吃飯 常常另外一半 他很愛乾淨 先把碗筷擦一遍 對 然後上來的菜 你就開始吃了 吃了是一不注意他 等一下 他就可以抓住頭髮來 哦 哦 馬上可以抓住頭髮 有的是更離譜 有時候吃吃吃 我就 這有放酸菜嗎 不是 這臭掉了 我說 臭掉你還是 我說我 我不知道 我已經吃了三口 已經吃了 這個酸酸的還不錯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彼此闊敏 我對食物也很敏感 但是我會覺得我有點異常 因為像是我吃芒果 我會覺得有榴槤味 你會嗎 吃芒果 為什麼會有榴槤味 像你們喝的那個杯水 我也覺得是榴槤味 你要 應該是那個 我覺得你鼻黏膜裡面 都是芒果 為什麼 榴槤味 榴槤味 最近 那個方箱劑的用的量 好像太多了 可是阿姨都一直覺得說 好像還好 沒什麼感覺 好吧 那我們只好幫她檢查一下 那先幫她安排內視鏡看看 她的構造也都沒有問題 電腦斷層也沒什麼狀況 那阿姨你有沒有抽菸 有沒有檳榔 有沒有酒 這些一定要問的 當然沒有這些不良事 後來才想到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 你在打掃的時候 常常會用一些清潔劑 也有關聯性 那這時候阿姨才搶到 對 好像有一次 因為那時候屋主我特別提到說 我的廁所裡面那個縫隙 好像有一些 眉夠的眉清乾淨 這次可不可以 然後她就特別帶來了 朋友介紹那種 日本的強效的去眉劑 再撒一點點鹽酸 然後把門關起來 過一段時間之後 再把那個門把它打開 沒想到打開的時候發生 發現一陣氣這樣撲鼻而來 她趕快再關起來 可是她已經吸到一口氣了 她現在去回想 這件事情是在三個月前 那個時候 她有發現她的嗅覺 慢慢的變頓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才答案就揭曉了 因為她使用了這個 去眉的那個清潔劑 裡面就含有一種成分叫做 次氯酸鈉 它其實就是漂白水的成分 你如果再加上鹽酸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化學作用叫做 氯氣 這個氯氣輕一點 它就有點像我們的 譬如說你在上呼吸道裡面 只給它倒鹽酸一樣 你的黏膜就會遭到 就是刺激受傷 像它的話就比較輕一點 它只是稍微濁傷 影響到她的嗅覺的系統 那之前還有案例嚴重一點 它會因為呼吸道急性水腫 然後緊急插管 送交入病房 這麼嚴重 所以理論上就是 你要使用鹽酸 就不要再加上漂白水 你就把它 這是一種基本的一個概念 所以一開始的一個教育訓練都要做好 那這裡我們稍微列了一些項目 就是我們一般我們在平常在門診 有些比較容易聽到民眾埋怨說 它可能聞到什麼味道 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疾病 譬如說我們有時候會遇到民眾埋怨說 它來常聞到辣椒 常聞到燒焦的味道 那這個時候有可能懷疑它 譬如說這個病人可能腦部曾經受過傷 或曾經有過腦瘤開過刀 或曾經因為癲癲發作過 這跟大腦的一個不正常放電有關 在休覺區的地方 會造成一個異味症 所以異味症就是 我聞得到味道 可是旁邊的人其實是 我們會聞到這個味道 代表說這個味道是不存在 有些人又把它叫做 另外如果說你會聞到一些 屍體腐臭味的話 那我們可以考量到 會不會是口腔的問題 譬如說像牙周病 像口腔癌 還是說像我們鼻子裡面的一些狀況 像鼻痘癌 鼻菸癌 還是說像黴菌的感染 都有可能會這樣的狀況 如果說你聞到的是 像魚腥味一樣 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有可能就是我們鼻痘癌裡面 蓄濃流出來那個濃的味道 大概簡單的分析一下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有根據 有根據統計 失智症 在失智之前 有50%以上的人 他其實是先有嗅覺的喪失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當作 是一個失智的前兆 那另外還有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我現在要講這個案例 他是一個大概是 50歲左右的一個女性主管 那他是一個商場女強人 聲音做得很大 長期以來他就常常的感冒 流鼻涕 然後前額頭痛 然後覺得 嗅覺也有一點點影響 所以他吃東西也覺得都很淡 那可是他因為也很忙碌 所以也不是很在意 可是到之後 他就是慢慢的發現 他的這個有一邊的 那個視力越來越差 他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眼睛又髒髒的 所以就去眼科看 那眼科醫師一看 其實他的眼壓也不高 也不是什麼青光眼的問題 那可以看到他的 他又發現他另外一側的這個視覺 就是他的視乳圖有水腫 他就是也很盯緊 就是一直去問他的症狀 那就發現他其實有 有單側的一個嗅覺的異常 那這個時候他就趕緊 把他這個病人轉去 神經內科去做評估 他覺得這個腦一定有一些問題 那神經內科去做了檢查之後 真的發現在他這個 嗅溝就是在我們的嗅覺 跟腦中間這邊 爐底的部分 長了一個很大的腦膜瘤 其實他表現出了這樣的一個症狀 我們有一個症候群 叫做佛斯特甘乃迪症候群 這個是一個特別症候群 就是他會有單側的這個 嗅覺喪失 然後他被他局部的這個 因為腦去那個四神經去壓迫 造成他這個局部的循環不好 就會造成四神經的萎縮 那因為顱內壓喪生 也會造成對側的四乳圖水腫 然後比較嚴重的 他因為還有影響到腦 所以他還會有一些性格上的變化 這個病人是沒有 那後來他轉到我們的神經外科來 我們就把他 把這個腦瘤給移除掉之後 那其實這個也還蠻單純 開完之後他大概兩三天 就下床了 然後一個禮拜就出院了 那後來他的視覺跟嗅覺 都慢慢地恢復了 可是他的性格上 又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他就變得 變得比較內向 微微縮縮的 不像以前之前這樣子 意氣風發 八面尼龍的樣子 那所以他在職場上 就沒有辦法升任 就從職場上退了下來這樣 可是我們怎麼去 跟過去比較嗅覺 我們不會有印象 我們十九歲的嗅覺是什麼 對啊 三十歲的嗅覺又是如何 六十歲的嗅覺又是如何 對 這個其實就跟失智一樣 就是說你跟之前的比較 不太一樣 或者是你旁邊的人 覺得你有一些差別 像我們失智也是認知 認知的部分跟以前不一樣 這個才叫失智 有時候麻煩症候群的話 通常是活不過三十五歲 但是現在因為醫學的進步 手術之後可以存活 那所以的話 重點就是說 如果一旦家屬裡面 有這樣的患者 其他的人應該趕快 來醫院做檢查 那我們一般 如果對於我們主動脈的大小 通常在六公分以上 直徑六公分以上需要手術 那如果家裡面有麻煩 是症候群的患者 或者是他懷疑他是麻煩 是症候群的話 4.5公分就要做 及早的預防性的手術 就是把主動脈換掉 因為這個將來一定會再擴大 所以他的這個條件 包括在我們的健保也是一樣 他的條件就 跌得非常的寬鬆 要盡早手術 因為這種患者 唯有手術可以救他的命 你說主動脈換 要換什麼東西材料 換成人工的材質 就是人工的血管 他要長期吃這種 乙狀阻劑的這種 所謂降血藍藥 降血藍藥 來保護他的血管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18歲那一年 考完聯考的時候 然後那一年暑假 因為就很閒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跑去打工 那因為我在花蓮 所以有很多那種大理石的工廠 其實他的工作很閒 他就是搬東西而已 不過那個工廠環境 就是因為他們常常要切割那種 大塊的大理石 會粉塵 所以就很多很多粉塵 就是前輩都說 要戴口罩 戴口罩這樣 可是那時候因為是夏天 我就覺得戴那個口罩以後 戴不住 對 根本就更熱這樣子 所以我在我打工的時候 是完全不戴口罩的 然後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可能就吸了很多粉塵 那我也覺得沒差 回家洗個澡就沒事了 結果後來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當那個 因為是夏天 所以晚上一定要開冷氣 才睡得著這樣子 但是冷氣一開完蛋 就是那個冷空氣 只要一吹出來 我就發現我會 然後躺下去以後更慘 躺下去是一直咳... 咳到會... 你會覺得說你下一口氣 你快要吸不上來的感覺 然後就會... 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 而且有時候是睡到 睡到一半的時候 自己就會出現那個聲音這樣子 然後我家人一開始 聽到那個... 的那個聲音的時候 那個要來了 然後我媽就跑過來把我咬起來 然後就說 因為我家人 我哥啊 然後我的爺爺奶奶 我們家人全部都沒有這種 就是這種症狀 呼吸道不舒服的這種症狀 所以他們一開始 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他們嚇到了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把我帶去廟裡 然後就拜一拜 拜一拜回來以後 還是一樣啊 越來越之後 後來我爸才說 你要再去給醫生看一下 然後去醫生那邊看了以後 才說我是那個 哮喘 所以他還要打那個 就是噴的那個誇張器給我這樣子 但是我噴了會... 當下會稍微緩解 可是呢 那個時候我家人也跟我講說 你不要一直噴那個 因為你噴那個會... 之後你就會開始依賴它這樣子 就叫我盡量使用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是想這樣子 想太多了 然後我那... 我那一天塑膠 我就過得好痛苦 因為我... 就這不是我要忍著嗎 對 這樣一開冷氣 那個冷氣一來 我就會開始那個症狀 那個有效嗎 噴的那個當下會有效 對 所以我後來就自然而然 就變成好像是一種過敏體質 所以你知道是大理石的問題 我不曉得 因為醫生就說 有可能是因為那個環境裡面 可能一些化學物質 或是那些粉塵 導致我的身體那個過敏源 起來了這樣子 所以從此之後 我只要是那種遇到 譬如說溫差太大的那種冷氣房 我就會很不舒服 到現在都還是 到現在都還是 甚至有時候是走到那種地下室 那種空氣非常不流通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 我好像那個症狀要起來 先咳嗽 然後接著就一直... 一直要吸氣... 那個感覺 其實Eason他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他之前 從來都沒有氣喘的病死 對 為什麼那一次去的那個工廠之後 開始有一次大過敏之後 我體質整個就大大變了 對 聽出改變了 很奇怪 你可能是那些... 那些粉塵有沒有 造成你那個過敏整個拉起來 你以後就開始過敏了 對 他就發現以後再也不大會好 就一直在過敏體質那個地方 對 所以過敏其實是還滿可怕的 很多時候 他其實也不是第一次 只是你以前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有一個小朋友 十歲 他就被送到我們院的健師來 那時候就整個很喘 那時候我們一聽 他整個那個肺部都在... 一聽就是氣喘 小黑一直就說 這就是氣喘 就開始給他吸藥... 還跟他媽媽講說 如果這個... 這個吸藥沒有緩解的話 甚至有可能需要插管 媽媽還沒聽到氣... 嚇得要死 就一直在問說 他怎麼會氣喘 他怎麼可能會有氣喘 對啊 我們家人都沒有聽說過 有誰有氣喘 而且他已經十歲了 人家不是說氣喘 都是兩三歲氣喘 然後長大就慢慢的好了嗎 我們兩三歲的時候 也從來都沒有看過他 他氣喘 也沒有看過醫生 也沒有怎麼樣 他又不是在幹嘛 又不是說又在什麼環境裡面 他在操場 跑那個... 一百公尺 跑一跑 突然間這樣倒地 怎麼可能會這樣 他們覺得怎麼可能是氣喘 結果後來他那個小朋友還不錯 後來吸藥之後 他整個那個有恢復 然後小孩子比較貧富的時候 才開始問說 那你小孩子 以前都沒有常常咳嗽 或什麼感冒嗎 有啦 他說我小朋友是... 就是常常常... 天氣變他就會咳嗽 但是他們都覺得 那個就是感冒 但他其實不曉得 我們那時候回去推測 那時候他的咳嗽 可能就是氣喘發作了 只是他沒有嚴重到會 他只是那些氣喘 那個氣管縮起來 然後沒有想到他呼吸 可是就讓他咳嗽了 他其實已經好幾次了 只是這一次是大發作 那其實氣喘這些疾病 他其實長期的控制 他控制得很有趣就是說 他有些時候會用低劑量的類固醇 加上那個支氣管擴張劑 那這些東西的話 大家只要又聽到 慘了 美國鮮丹 這個已經又傷我的腎 我絕對不要再吸他 那除了這個以外 這個氣喘他其實到了門診來 我們會叫他怎麼噴 因為我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一個病人 他氣喘怎麼樣都不會好 這個醫師呢 他其實就請他到門診來說 你到底怎麼使用這些噴劑 他就這樣 我都這樣噴 這樣噴就沒辦法 其實這個噴劑 不是在那邊噴到你的喉嚨裡面去的 不是在那邊噴到你的脖子 所以他脖子長得一堆輕鬆 脖子長得一堆輕鬆 脖子長得一堆輕鬆 對 因為是因為那個時候噴劑 他以為就是這樣噴一噴 他就好了 所以回診很重要是 我們可以提供給你 衛教的資訊 提供給你正確的服藥的這個觀念 但是醫生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也是有做氣喘治療的 長期治療的 可是我發現我用藥到一段時間 我要停藥 因為我會 是 對 然後醫生也會覺得說 那就是他的副作用 你必須停 可是我就是 這幾年都是一直反覆這樣子 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脂氣管過張劑 他會影響到你的心率 對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 是很難去避免的 所以你可以暫時的先停藥 但是你之後還是 因為你回門診 醫師評估之後 你還是必須長期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們等一下 一起轉兩塊 好